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纯 很多人都有创业梦 但事先若是没做好市场评估 往往容易失败收场 原本担任护理主任的庄梦文 十多年前决定转行投入餐饮业 凿了两千多万 想打造出全台湾最高级的粽子店 没想到生意不如预期 他咬牙硬撑 惨赔了近四年 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 店里头原本拿来当小菜的黄金泡菜 却意外受欢迎 于是他抓住机会 专心做起泡菜事业 这清甜回甘的泡菜 曾连续三年获得网络人气王冠军 也让庄梦文靠着泡菜 人生从此逆转生 大家好 来 欢迎吃吃 来 吃吃看 来 请一请吃王地泡菜 这个我们在网路连续三年得到第一名 吃起来比较顺口的感觉 它那个黄金泡菜是特别好吃 吃起来那个口感的脆感很有 大溪岛街上就让客人吃了难忘 拥有清脆口感的黄金泡菜 是连续三年获得网友票选的 网路人气美食冠军 也是让曾经在冲列路上 别了一交的庄梦文 反败为胜的重要关键 而泡菜好吃的秘诀在这 把像这样子 外叶绿色的叶子几乎都把它去掉 去掉之后呢 然后呢 你看我们先剖一半 整个颜色里面都是很 呈现很干净的一个状况 没有烦的一个菜叶的问题 然后呢 把一斗去掉 像这样中间比较大块的地方呢 我们把它切一半 这个size的大小 最主要是适合入口的一个感觉 太大的话呢 不好入口 那太小的话口感会影响 对 所以我们其量要求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加盐巴呢 主要就是呢 让这个泡菜能够去清 杀清 那那个去除它的那个 生味跟色味 那整个口感才会变得甜的 香甜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泡菜这么甜 其实最主要是 我们能够利用杀清的过程 就把菜的甜味也吸引出来 为了让盐巴能均匀分布在泡菜上 能够不会伤害到菜叶 庄梦文只能用最传承的方式 烤双手搅拌去除色味后 接着还得用大量活水冲洗 那我们整个冲洗过程呢 大概要花三到四个小时 然后利用过滤水 然后把大部分的一个 杂质的去除之后呢 经过SPA的一个洗礼呢 然后呢 把它用按摩 然后呢 整个菜的活性 会慢慢活回来了 把大部分的盐巴也去除之后呢 它的整个一个活性活出来 你会发现它的叶子 跟它的梗又回来 像当初一样在切生菜的感觉 是一样的一个清脆 周梦文替这个帮泡菜做SPA的步骤 取了个名字叫起死回生法 因为靠着活水不断循环冲洗 可以让菜叶更显甘甜爽脆 酱料的部分也很讲究 以红萝卜蔬果入酱 不加任何化学添加物 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 这也是原本在医院 担任护理主任的高梦文 对健康以及食安的坚持 他从小就有创业梦 加上拥有好厨艺 以及对于味觉的敏锐度 十年前决定转堂开店 但当时想卖的并不是泡菜 而是粽子 他曾试着做了些粽子 分送给清油品尝 口味获得称赞好评不断 于是他打定主意 要靠着粽子 作为人生下半场的打击目标 就这么和当时 很想转换跑道的大伯 邱玉毅 两个人一起开了店 但没想到开店后的打击 远超过他们一起 后来自己检视了 为什么会失败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自己 过度乐观的评估 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去做 当地的一个市场调查 因为我是地区选错了 因为我选在客家庄的地方 然后去做南部中 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 因为地点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花了两千万 卖下学区的黄金地段 又砸了四百多万装潢 想打造全台最高级的粽子店 但除了没做好市场评估外 高级装潢也让学生 不敢走进来 每天店门一开就是在赔钱 但砸了重本 说放弃又心有不甘 他们就这么苦撑了三年多 才终于看见转机 在当时我在重点店做了一个小菜 这个黄金泡菜 然后跟海带丝 再一次一个机会意外发现 就是一个展售会 意外发现我们的泡菜跟海带丝 卖得非常非常好 原本我们预估三天的营业额量 只有八万块钱 但是竟然卖了十八万 而且会发现当时在展售的过程中 客人竟然是抢的 因为都不够卖 所以客人之间在争相去抢瘦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看到机会了 看到老天爷可怜我们的一个机会了 所以我们当时 当下马上就把粽子给结束 然后来全入投入这个泡菜的一个事业 原本做爱当小菜的配角 竟意外翻身成为鱼角 他们抓紧这个机会 专心卖起泡菜 也开始研发各种凉拌菜 需要让消费者在品项上有更多选择 经过汆烫之后 它是热的 然后我们马上泡到这个冷水里面 让它热上来说 让它口感的Q度都比较好吃 新鲜的海带丝以沦水汆烫 急速冷却 锁住海带丝的脆口滑顺 再搭配香浓的黄金酱汁 就成了店内另一项人气商品 总是坚持 都慢慢还是会有 就是一种转机 然后再慢慢就会往上爬 所以那时候是蛮坚持的 但是也似乎这样在鼓励这样子 幸好之前经历过的挫折 并没有将他们击倒 转个弯再出发 反而看见更多机会 尤其这几年 邱玉易的女儿 大学毕业后也回家帮忙 有了年轻人的加入 替产品激荡出许多新火花 年轻总是有年轻的想法 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 而且他是学商的 而且他是年轻的一辈 所以他的想法 会有时候会冲击 这一辈的想法 但是在冲击的过程中 总是会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很多人都觉得泡菜只是烟完 然后把这样拌进去而已 可是就是如果你了解 我们的工法的话 会知道说我们里面在冲 在压 在装填 其实是有很多细节 那我们可能没有好好的 跟我们的顾客沟通这件事 他就不知道说 其实我们是很用心的 想要做出跟人家 很不同的泡菜这样子 可能你也可以讲到说 我们对产品用心 我们对员工之间的感情这些 就把我们生活很多细节 都可以加进去 让人家对我们这个品牌更了解 是很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不是很冷冰冰的一个牌子 一个产品这样而已 建构网站粉丝团 与消费者分享品牌故事 以及对产品的坚持 让大家能更有共鸣 同时改变包装 让外形变得更新颖 此外他也和庄梦文一起 研发各式泡菜料理 除了卖产品外 也提供消费者多种料理方式 天气变冷了 许多人就爱来一份热腾腾的泡菜锅 暖暖味 韩式泡菜的那个 这个菜太早放的话呢 可能菜会因为这样热度 会让菜不够脆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 你当你的火锅料都好了 然后呢 这样下去 或是将黄金泡菜 加上猪肉洋葱等配料 是来份黄金泡菜蛋炒饭 把它这样子炒下去 汤汁不要太多 你的会吸烤的味道 好 你看这样子的饭 这样子的整个炒饭呢 就非常 美味跟营养都兼具了 泡着泡菜 让他们走过事业危机 从彩培谷底爬了出来 不仅成了网购的人气商品 冬天忘记时的月银夜额 还可高达四百多万 这份成绩得来不易 为了过好品质与产能 他们最近更投入巨资 盖新厂房 现有的那个地方 之前的地方 产能不是那么的好 然后再来就是 食安的问题一直频出 那我总觉得 我常常听到人要说 做食品事业 是一个良心的事业 我也绝对这么认为 所以呢 我们总觉得 我们希望客人 能够很安心的 同时其实我们也希望 我们再去求自己心安 所以我们不惜 重资不惜投资在未来 那也许现在看不到 马上有效果 但是它会是我们 让我们的路可以走得更远 更长久 尽管投资盖新厂房压力不小 但他们看得是更远的将来 卫生健康美味品质好 能获得消费者信赖 才有办法永续经营 过去的他们 因为没做好市场评估 最后以失败收场 那一次的教训 让他们懂得要更谨慎 在失败中吸取成长的养分 那偶尔我们会去一些团体 去分享一些创业的一个 心路历程 那我非常喜欢去把我自己 过去的失败例子 然后提供给现在创业的一个朋友们 我不希望创业的人 跟我走一样的路 因为有太多是必须要去评估 周梦文希望能以自身经验 让其他想创业的人 能少走协缘网路 因为这其中的辛酸血泪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但幸好他撑过来了 能有如今这番成績 周梦文非常感激 尤其还有家人们当事业伙伴 那种朝着共同目标奋斗的凝聚力 也是支持着他一直向前的力量 他相信只要坚持信念 并找对方向 即便利潮挫败的人生 也能有完美转弯的机会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越来越多人喜欢把坚果拿来当灵贼 早在三十多年前 徐宽生 徐骏生兄弟就看到商机 投入坚果加工制造 全盛时期 台北迪化街有七成的坚果 都由他们提供 因而赚进了好几桶金 但处于事业巅峰的哥哥徐宽生 却在这时意外中风倒下 这场病让他决定换掉油炸的方式 改以低温烘焙生产不油腻的坚果 虽然价格要比童年贵上三到五成 但销售却也因此逆势成长 现在每年进口坚果原料 已经高达20个货柜量 这一罐罐坚果卖进百货公司家式卖厂 一年卖出过亿商机 不止罐装坚果 很多知名面貌店和便利商店里卖的坚果 也都源自这里 从美国进口的核桃在产地找通过检查 但是到了徐宽生 徐骏生兄弟的坚果工厂 电脑选过的人也还要再挑过一次 难免挂一肉腕 就是一箱有两万颗 这样子有两万颗 假设只要有一颗有瑕疵 有问题就不行 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会做 都会再做挑选 筛选过这样子 这个因为壳跟肉是 颜色是一样的 很难去分辨它 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给挑出来 你看起来颜色完全一样 这电脑射显器也没办法分辨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人工这样 在烘焙加工里面用的最多的是核桃 不止核桃 还有胡桃 腰果 杏仁和开心果 每年要进口将近二十个货柜才够用 还得不时到产地走走看看 才能确保出货品质 因为我们对这个品质的新鲜度的要求 所以我们一定要到产地去看 它怎么做开花 怎么做收成 怎么加工 怎么包装 怎么印象 所以我们对这个 我们都要去掌握到它的进取 徐宽生和弟弟徐俊生 是台湾不少面包店 南北货市场加工坚果的供应商 他们在彰化二龄出生 高中毕业后就北上台北打拼 第一份工作 哥哥先进了车船工厂当黑手 弟弟学修理摩托车 从基层做起 那时候薪水 平均工资虽然九千 但是我可以赚到两万 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工作 朝九晚五太古诈乏味 我喜欢在外面跟人家交朋友 刚刚外面跑外面跳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思索说我要离开 我不想再做这样朝九晚五的 这样做机械的工作 两个人在二十几岁时 跟随了做西点师傅的二舊脚步 踏进了烘焙材料这一行 一开始我们只是做单纯的盐物料供应 那我弟弟有一天到百年老店 民生北路那时候有一个分店 他到那里在跑业务 那老师傅拿着一包蜜河桃 他就跟我弟弟讲说 这个蜜河桃很难做很麻烦 你们做盐物料应该要做来供应给我们 那我弟弟拿着这包蜜河桃回来 说哥 这个老师傅 叫我们说要做这个来卖给他 不能只单纯的供应盐物料 我说好 使命必打 我们来研究 看准了当时面包店兴起 出现新的市场空间 于是他和弟弟凑足了一百万元 联手创办食品公司 做起烘焙原料的批发生意 那是个台湾前烟角木的年代 他们做的油炸坚果 香气扑鼻地横扫整个迪化街 每逢年节工厂更是24小时 日夜赶工还不够买 迪化街毕金的腰果 零售价 生的零售价 卖360块 那这一个贸易商人进来 他说他给我多少 他给我105 我说怎么那么便宜 我差那么多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帮你代工 我只要加你30块钱的代工费 那你拿回去迪化街去批发 我没想到我们这样的 一个念头出来 那整个迪化街 他手向无敌 光是一个过年 就能卖掉十几顿的坚果 独揽迪化街 将近七成的供应量 成为当时全台最大的坚果代工王 那时的他事业顺遂 大小聚餐 命酬不断 暴饮暴食 46岁那年意外倒下 中风的时候 我连太太都不认得 我记得跟中风的第二天 太太把我叫醒 跟她讲的第一 对话的第一句就是说 你是谁 她被我吓到 连老婆都不认得了 我的朋友讲说 你为什么会中风 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在上海我表哥家 他请你吃大杂蟹 我弟弟也有去啊 他说 你知道你吃几只吗 我说我吃几只 他说你一次吃七只 大杂蟹 在鬼门关前走一遭 重病过后 他才终于意识到 健康的重要 我讨厌到 做这个坚果 应该要 不只要讨好嘴巴 更要讨好身体 更讨好健康 这样才对啊 再次进到工厂里 他决定自找麻烦 抛弃油炸坚果生产线 该以低温烘焙 将原本只需要15分钟 就可以起锅的坚果 拉长到现在的6到8小时 我儿子就讲啊 会赚钱的 为什么呢 他来街的时候 就没有油炸的 为什么就开始 就做七八个小时的 低温烘焙的 为什么要这样 要考虑到客人 能不能接受这一种成本 因为你半个小时 跟七八个小时 这个成本差太多了 所以你要让客户来买单 那是不可能的 那最后哥哥收了算 哥哥收了算 还是以这个健康为考量 所以最终我也是妥协了 一般我们外面吃到的开心果 绝对不是这一种绿色的 它已经变黄 或是有一点咖啡色 那我们因为是低温烘焙 它会保有它原来的颜色 它的花青素的含量 植化素的含量是非常高 用低温烘焙保持坚果颜色 也留住天然原味 无另外添加调味料 一定要均匀 平均每一颗都要吃得到 我们没有加黄五剂 没有加香料 也没有加糖 也没有加盐 就要加这个酸火益生菌在里面 徐宽生发现 这样做不但滋味不减 而且更能保留坚果的营养成分 只是这样的低温烘焙坚果 当时的市场对它很陌生 推起来困难 让坚果大王也觉得受挫 原来我们是没有品牌 一直到我儿子进来以后 他说 他就说 那要做就要做品牌 我一开始我是不能接受 我已经做这个品牌 已经做了二十几年了 你说要改品牌就要改品牌 有需要吗 这个要花很多的力量 很多的精神 很多的钱才可以做得起来 个性保守的他 迟迟不愿意创立新品牌 担心造成代工客户的疑虑 直到半年后 他才愿意放手 让儿子尝试看看 其实我会想要做 一个新的品牌 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我希望可以做到传承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就是品牌精神 它才可以延续 你工厂代工加工 这说实话那些真的 那种资本雄厚的大厂 很容易就被 把我们取代掉 那我觉得 投注在品牌上面 我们把就是过往 我们对于品质的要求 把它加注在品牌上面 然后把长辈的理念跟观念 这个什么来跟我们 有一点点共小贡献这样 所以我后来我想到说 我与其要进口国外的凤梨 我为什么不做 不拿我们台湾 它的五号凤梨跟土凤梨 它的味道更好 更好 所以我们就选用了台湾的凤梨 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试过加了核桃 加杏仁 加什么都可以 但是唯独加夏威夷豆 跟它是最对味的 所以我们用了夏威夷豆 而且我们也不手软 夏威夷豆也放了很多 你在温度还一定的温度的时候 来操作是最好 假设你已经到了冷却了 要再来铺平 要再来擀平 那些都会 他们操作人员都会很吃力 所以他们都会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达到最黄金的时间点 就一定要把它做分派 这款凤梨糕就是它的得意之作 里头可以吃到凤梨的酸甜 也有夏威夷豆的爽口 吃来软Q不拧牙 它更看好坚果饮市场的发展 用低温烘焙的坚果加谷物 推出即冲即饮的坚果谷粉 搭配坚果饼干就是营养饱足的一餐 推出这些产品是因为它相信 消费者有跟它一样的饮食需求 市场已经慢慢在改变 一场大病改变了徐宽生的价值观 成为一股力量推着它不停向前 这些坚果产品对它来说 不只是理念的展现 也是人生中的最大成就 欢迎回到台湾曾善美 提到云林谷坑 这里不只产咖啡 纯净的山泉水与气温 也相当适合养鸡 这里有位人称华山鸡王的林文字 他与回乡养鸡的硕士儿子 将一公顷大约是三千多坪的山坡地 采放牧的方式 让鸡群自由奔跑 加上种菜给鸡吃补充营养 吃好住好下自然也长得好 后来在儿子监营下还卖起柴烧低支鸡 金黄农船的黏嘴滋味 成功在高价的补品市场中 占有一席之地 满片绿域下 毛色闪闪发亮的鸡传说其中 它们自由自在地悠闲漫步 就像山林间的小精灵 这一公顷大三千多坪的废檳园 是他们专属的活动空间 出来在外面的空间越高 它的抵抗力就比较強 它的便利就比较強 它产生的病菌就比较不产生的病菌 这样在鸡就比较健康 这只鸡很健康 它的胳膊很健康 它的胳膊很健康 鸡毛很健康 鸡毛很健康 毛草很漂亮 它的屁股 屁股有没有夹那些水污 就表示这只鸡很健康 还听它的声 听声 鸡有健康不健康 听声音判断健康状况 这是林文字累积了将近二十年的功力 今年六十岁的他 在还没养肌前 原本是全台湾最大的精致代工商 但终究敌不过东南亚的低价竞争 全台第一的金智王看着一家老小 他没有时间悲伤 只想着要如何东山再起 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口袋鸡 鸡肉没人吃 偷轮了就要用来吃鸡 听着前辈的建议 只用飞鸡音改造的玉米立位食 林文字很幸运第一次养鸡就成功 但因为没有认识的通路 他却连只鸡都卖不出去 第一次养鸡就自销 通常一般都鸡到十三岁 十四岁就了 我一直鸡到十八岁 那一只鸡还有鸡都没有鸡到 就像我每天鸡软在鸡 知道鸡有鸡有鸡有鸡 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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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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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多养一天鸡的鸡的鸡 就多出一万 差点就要撑不住了 但鸡就是转鸡 没想到卖不出去的鸡 竟然帮他打下现在的市场 不然想说不然鸡少处理 处理起来 因为十八岁过 鸡有鸡很好吃 人来买一盏 这座菜园是林家人专为鸡群种的营养福祭 林文字的小儿子林玉泰 正在割的是当季的地瓜叶 应该这么讲 基本上是杂质性的 那我们希望利用各种不同的蔬菜 或者果类可以提供给鸡不同的营养 像我们整个菜园不同一年四季 会有产出不同的一些蔬菜等等的 那就给鸡各种营养 可以让鸡活得比较健康 然后它们也会吃得很开心这样子 再吃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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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包 这包 跟着父亲的步伐 一步一步学习养鸡 今年二十八岁的林玉凯 是家中学业成就最高的孩子 因为舍不得父母亲常年辛劳 两年前不管众人反对 放弃即将拿到的硕士学位 却选择回想养鸡 我觉得那真的是需要 心理建设的一个过程 可能旁边也有人会想说 你都读到可能硕士班了 那我为什么不继续往上发展 甚至读博士班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我蛮喜欢大前营的讲一句话 就是说 当你认真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要破釜沉舟的打算 刚开始我也反对 因为这个鸡鸡 我觉得我们是一种传统的鸡犯而已 是不是有那种鸡状 没有那种鸡状 其实我们也没有把握 我也会反对就是说 是不是有那种鸡状 没有那种鸡状 你回来这里 我觉得你在外面 那些鸡状 总是回来这里 我觉得会更浪费 梦想很大 但林玉凯走得踏实 回来两年跟着父亲 熟悉机场作业 从来没有一句抱怨 这才让家人相信他的决心 从开始 其实可能有人会喜欢 是说要脱脱脱脱 等会回来这里经营这个 是不是说得不好 大材效应 还是不喜欢喜欢 但是我觉得 一加一大于二 负责量联手 机缘越做越大 有了胜利均加入 现在不值养鸡 还卖起了妈妈做的低基金 一加一大于二 负责量联手 机缘越做越大 有了胜利均加入 现在不值养鸡 还卖起了妈妈做的低基金 他之前就说 买回回来 他之前就说 我说是说真还是假的 他说 不然妈妈 我们来找鸡精 来买 因为他说真的市场 尖堆是鸡精的方面 大家很需求 很大的 因为大家做未来 和怀孕的 还有孩子 丢人身体 都很有效 不然你要做的话 也是好 但是 大家都要团 要团队来做 不可以说我自己做 对 我自己做也是很痛 因为要分工合作 对 也是给他赞行 赞行就是说 我就要做比赢得多 烧得火红的龙眼木 慢慢的为肌肉加温 李妈妈说 用柴火虽然慢 但软火才能熬出 低基金的香浓 阿姨 还要多久啊 大概六小时吧 经过慢火细熬 十二个小时 终于能起锅 移开层层叠起的肌肉 底下是最珍贵的精华 平均一只鸡 只能滴出 350cc的低基金 颜色金黄透彻 味道浓醇 没有腥味 黏嘴的滋味 让很多人一年就成主顾 加上林玉凯细心地记录 每一位顾客的需求 现在低基金的销售 已经追上原本的生机买卖 我希望借由记录每一个客人 他的一个背景状况 就是说他可能怀孕 或者是有些有小残的 那他能够 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将年轻人的思维 带入传统养鸡业 再利用自己的电脑专场 在网络上行销增加曝光 我们透过诚恳地跟人家 让人家了解我们的养鸡过程 然后其实现在蛮多人 其实愿意给年轻人机会 只要你肯去 你用心去跟他们介绍 其实大家会觉得 你年轻人鸡能够做这样 其实是很棒的 硕士反乡养鸡在外人眼里 或许有点大才小用 但林玉凯心理明白 借下父母亲 投入一辈子心血的机场 用心经营 才是报答他们最好的方式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专心做好一件事 听起来似乎很简单 但实际做起来 却需要持之以恒的意志力 和不断创新 就如同林志杰和蔡丽玉 这对夫妻党 他们自创的本土服饰品牌 已经有24年时间了 在近年国际快食尚品牌充集下 他们靠着创新和细腻的功法 不但有100多个营业据点 遍及全台 还连续10年 创造5-10%的稳定成长率 交出年营收破译元的亮眼成绩 究竟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一起来看他们的故事 优雅的印花图案 把休闲风与浪漫主义结合 或是用简约风 所显出一丝布料的轻购感 让裤装造型更映入有形 再用轻柔漂逸的布料材质 搭配不规则裙摆设计 随着节奏摆动 让小礼服更显得闪耀动人 这一套套伸展台上的女装 是设计师偶心力写的作品 也是蔡丽玉这一生 倾尽全力专注在做的事 我常常提到说 我们要有国际的眼光 但是要有在地化的贴心设计 所以我觉得在我的生活中 就是常常是我在酝酿每一季的 这个创作的灵感的来源 做设计前先想到顾客需求 是蔡丽玉的设计核心 我把它定位成一个全方位 也就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的 个面的需要 都替她想到了 有一些可能比较特殊的场合 你要去参加一些宴会 或者同学会 或者有特别的聚会 那我就把它成为 就让它成为有一条路线 和一个路线 那现在呢 不管是退休 或者是度假休闲 大家时间很多 那这个也让它是一条路线 这个占地不大的打烊中心 却是一件又一件 美丽衣裳的半生地 依照设计师的图稿 用剪刀裁出布料版型 在这间工作室里 每位打板师 资厅都超过二三十年 他们用纯手工 展现出不同于时下 快时上的细腻工法 你还要注意这个洞 有没有刚好那个洞 我觉得 那排版呢 对排版还是要注意 现在很重要的是 生机师他想表现的效果 以及使用的布料 那我们会根据 挑选的这些布料以及结构 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个思考 看如果逻辑合理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不是困难的 一个版型的呈现 对设计稿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这个讨论版型 就是我们设计师跟版 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觉得像这样的裙子 我们也要有 比较软料 然后浪漫性的 这种裙子 就是异材质去拼接的 虽然还是九月的初秋时节 蔡立玉和她的设计团队 早已经紧锣密鼓地 在为隔年春夏服饰做准备 珍珠柏我们的用意 是为了配花沙 其实我们要设计之前 可能要看一下左右邻居 这是蔡立玉最热爱的设计工作 她的设计生涯 从二十多岁就开始了 那时她还是一位 品牌服饰的设计师 先生林志杰则是食品集团 负责拓销开发的前线人员 常住在中国大陆 夫妻俩因此经常分隔两地 到了第四年的时候 我太太怀孕了 所以那真的是要作为角色 那是要回来台湾 还是太太去跟我住在大陆 想很久 我们大概想了半年 我大概整个康师傅的长官 也都是为了我 希望我们能够继续 因为我还年轻嘛 那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打拼个几年 那因为太太真的是 大不习惯 那我心里在幻想那个画面 夏日出生 她们两个在台湾 我一个人在中国大陆 我觉得那个这样的画面 想想她真的是不大对 毕竟夏日出生 要给她一个完整的一个家 虽然我两三个月可以回来一趟 那毕竟来来去来来去 我觉得这样下去最起码要等到 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依然居然回来台湾 创业两个字 说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真正要做却困难重重 太太只懂设计 先生只会行销食品 完全没有经营概念 也不知道头目在哪 还没真正开始 就被很多的同业劝退 很多的同业他们说 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大概已经过了 你进来这个时机 大概是也没有那么好的 就以做ODM的 这块的利润来讲 是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算算还可以 因为早期时机非常好 他们觉得那个利润 就应该要这样子 但以我来看 那种利润是非常好的 但林志杰并不服输 他帮太太拿着衣服 到各个经销上拜访 还曾经从台北跑到嘉义 只希望能有一张订单 后来一步都要开一开拍 他还没有下单 然后我就连夜就坐车上来到台北 到台北行 凌晨两三点 然后太太说 你今天去客人反应怎么样 我说他叫我们不要做了 我说那不行啊 那个我们现在 我的工作辞掉了 他叫我们不要做 那不行 我们只能够继续往前走 那一晚我真的是几乎没有睡了 撑了好几个月 后来他决定把过去行销泡面的经验 带进服装产业里 发想出许多新的创业物质 不顶 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样的报纹 对啊 为什么今年报纹还是那么多 他们决定将品牌定位在高端路线 往克制国际化发展 拉出市场差异 几乎每年都亲自飞往欧洲 选购顶级布料 对啊 我说那个蓝绿色 那颜色看起来是不错的 即使碰到疫情严峻的状况 出不了国门 也要透过远端视讯会议 把心目中的理想布料选购回台 因为每年我们总监都会到 法国巴黎PV展 就是全球最大的高级面料展 那我们看到的很多 当然是跟这些同等级的精品 是用同样的厂牌 其实可能是 这个 他可能用A的商品 用B的商品 那市场都是同等级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 我们应该是往上走 往上走就是往高端走 我们必须要有国际化的眼光 还要有在地化的贴心设计 所以当你在看这些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 你脑袋里可能有很多 可能国际趋势 都在走的方向 不管颜色 或者是 就是布花的图案 你都知道 但是你要这么短的时间 决定这块布要不要留下 你就必须要有 在地化的选择 凡事轻力轻微 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 但却是他们的品牌 能经营24年的主要原因 你好 你好 依照顾客的身形和需求 门市的美学顾问 会为客人寻找合适商品 做搭配建议 是意大利面料 纯湿的 对 然后它的设计很活泼 有一些小聚会 同学会 我们都能穿 我们很喜欢这个颜色 对 你皮肤白 穿起来应该很测色 花色洋装搭配水蓝色肩包 搭出柔美风都会感 让本来只想用手一件洋装的客人 有机会再加码 不管是从身形的专业 或是颜色的搭配 或是整体搭配 让每一位来的这些的消费者 或是我们的VIP 都能够得到非常专业的 美学的顾问跟建议 这是我们今年的山月礼 好可爱 很可爱 贴心的服务除了造型建议 每年还提供会员设计精巧的生日礼 让客人倍感握心 跟颠覆大家想像的是 他们还把新品发表会 从传统走秀 变成结合工艺的服装秀 让企业大老板的夫人们 也化身为时尚模特儿 所得全捐给社会团体 往往到最后最精彩 就是他们走出的那一幕 受到那个现场 非常热烈的翻译 事后他们也都会觉得 非常高兴 人生有这么一次 其实非常紧张 这个是古典形成 这个是字体 散落的字体 那这个跟这个选一个 选一个吗 因为这个其实蛮多人赢的 在每年一度的会员品牌日里 也总能看到很多新创意 像是让客人当设计师 印制自己喜欢的涂样T恤 把客人当朋友 反过来说 木客对品牌的黏着度 自然就会增加 我觉得他不定期的举办活动 是可以让很久不见的 贵宾大家可以 就是在一起 然后可以培养感情 然后可以互相交换意见 在买衣服方面 或者在你配衣服方面 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 因为对他们来说 做品牌就是每一位客人 都要花时间和功夫经营 这个就是跟客人有一个互动 那每一位 每一位我们的VIP的客人 他也可以亲手操作 他也可以当设计师 把他的想法 把他的 他想要表现的 就直接可以 就创作在这一件梯上面 当天就可以穿到这一件梯 因为在林智杰和蔡丽语的心目中 服务和产品才是最基本的核心 他们为了这个理念 努力了24年时间 未来也会继续坚持下去